你好 你一定要念清楚的啊 尊敬的炉台杂 我刚刚听你说尊敬的牛台杂 太紧张了 也不能把炉念成牛啊 你手机念成驴的话吧 还接近一点 叫驴台杂 好 谢谢啊 我请问您的 请看我自己的 你是第十几年出世的 七十五年 六几年就是的 七十五年的虎 七五年属老虎的 请台长帮我看到我身上有业障或灵性吗 七几年属老虎啊 七十五年属老虎 想看什么 身上有业劲是吧 涅胀 我告诉你 你的涅胀都是在你的下腹部 肠胃 肚子 大腿 以后都要有问题 明白了吗 全身麻痹 我需要练脚麻痹 看见了吗 全身麻痹 我告诉你啊 你要记住啊 你这个脊柱啊 就是那个腰部啊 就是这个腰部这个地方有第三节的地方啊 有点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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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去抓到那个X抓啊 抓得出来这个 这个地方有点歪 这个地方歪的话呢 就是以后会产生有点腰椎肩盘突出 会让你腰痛 明白吗 你坐了久了 站了久了 他这个地方都会有感觉的 明白吗 要怎么用 呃 呃 呃 这个要念小麻痹 现在我看上去还是有一个灵性在 有一个小兔子 小兔子 好错 你过去家里养过兔子吗 有 准不准啊 养过兔子 吃掉了 灵性来找你啊 你养过的很爱他的话 他就会找你啊 明白了吧 嗯 只要一天多长东西 这个很简单 你七张足够了 啊 你会有种改善的 好不好 诶 啊 我想听读时念大飞坐过什么 诶经者其他的经文所需要的 要做什么编诵 念大飞坐或者心经 啊 心经念二十一遍 大飞坐能够念十三遍 好不好 然后自己要念念观音灵感证言 因为你不念这个经的话 人家不念的 但是你要念 明白吗 因为你现在情况非常不好 往下走得很厉害 这个图灯往下脱路走得很厉害 你必须念这个经把它堵住 要念多少遍呢 每天天还是一遍 一遍 好吧 他们帮你记了 你用不着记 好吧 我想问我的女儿 07年的诸 07年属猪的女儿 不能再看了啊 07年属你想看到什么 她的身体 属猪的是吧 对 很不听话 对 很不听话 身体的稍微有点虚弱 就是经常会伤痛感冒 对 不可以感觉是准确 他已经有一个哮喘心了 喉咙这个地方哮喘 对 我告诉你啊 这个小女孩啊 你好好培养他 有利反心理啊 有反叛情绪啊 对 现在已经适合了 对 请问他 赶快念 心经给他 每天念 欺骗心经给他 请大指导 悲观心 鼓掌 保佑我女儿 能够听话 能够开智慧 请问他有 际上有联系吗 有 你打胎的孩子 我没有拿过 可能避孕的时候会流掉 哎呀 流掉跟打开不一样 打开不就是流掉 儿子就是打开 明白了吗 好了 给他念 小房子念 七伤吧 好不好 好 谢谢 好了 好了好了 不要了 好